面對今年的梅雨季 如果要在中職挑一支 遇水則發的球隊 那絕對就是忠信兄弟 月初因為連日大雨 停賽六天以後 黃山君一踏上球場 這手感之火燙 簡直嚇死人 上週四場比賽 狂掃60支安打 冠進47分 就連總教練史奈德 也無法解釋 球隊的小宇宙大爆發 黃山君的心態 相信有打過球的都知道 全隊手感一個一個帶起來 最後誰都不想當那個先出局的笑柄 加上兄弟教練團 鼓勵倒雷 更讓全隊上下 不管腳程快或慢 都想上去體驗標速的快感 我覺得大家的攻擊妄想 就是沒有再多等待自己喜歡的球 就積極揮棒這樣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想要上雷 然後雷上我想 因為教練也特別常使用倒雷 我覺得每一個人連腳程不快的 他也都很想上雷倒雷 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他們比較 可能在以往比較不可能的 那現在可以嘗試 我覺得他們都很想去嘗試 靠著兇猛的攻擊火力 兄弟拉出四連勝的同時 也讓上半季不至於變成 LAMIGO桃園一支獨秀的局面 接下來兩隊將正面交鋒 就看強攻再強攻的黃山軍 面對火力同樣猛烈的暴力員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了 回來體育秀恩採訪報導